哈喽大家好我是冲树 欢迎来到下班式酒师频道 今天冲树要为各位介绍 法国布耕地产区的白色葡萄品种 欢迎来到下班式酒师 布耕地生产的酒类 如果依照形态来区分有 静态酒 1 ton kill 气泡酒 1 ffb song 如果依照颜色来区分 分成 红酒 1 rouge 白酒 1 blanc 粉红酒 1 rosé 产量来看 白葡萄酒占中产量的 62% 气泡酒占中产量的 8% 红葡萄酒占中产量的 29% 粉红葡萄酒占中产量的 1% 布耕地的葡萄品种以 Chardonnay为主 占总面积的 51% Pinot Noir 占39.5% Ame 和 Arigo Dei 分别占 2.5% 和6% Soukignon Blanc Cessar Pinot Bufo Sassi Murou 等等 冷门品种 冷门品种 占剩余的 1% 在布耕地区 葡萄酒主要以单一品种呈现 每个地块都给予每个年份 独特的个性和特征 再了解完 布耕地的葡萄品种的分布后 今天 我们先从 白葡萄品种 开始了解 首先 是 Chart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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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生产在 Chartonet Chartonet主要生产在 Chartonet 的 Chartonet 春耳得名 因此 可以在酒标上看到 Macon Chartonet 从品种来看 Chartonet 是 Pinot Noir的后代 它来自 Nartienne的葡萄家族 因此 是 Pinot Noir的直接后代 再加上 另一个 古老的葡萄品种 Gueblanc Chartonet Chartonet葡萄虽然起源于 布根地区 但 现在 已经是世界上 种植 最广泛的 葡萄品种之一 主要是因为 Chartonet的品种特性 很容易适应任何环境 从Chartonet葡萄树来看 它的果实 较小 葡萄珠 细长 姜果松散 且间隔开 成熟时呈现出 明亮的 金色色调 叶子 是鲜绿色的 可以 全叶片 也可以有 五个前麦 Chartonet属于 早熟品种 发芽较早 容易受 春季 霜害的影响 Chartonet在 布根地 喜欢 黏土石灰岩 的土壤上生长 布根地的石灰石和黏土 及它的封土条件特性 使Chartonet葡萄具有多样性 或者Chartonet能够精确地解释 生长其后的细微变化 最后再透过布根地的酿造工艺 展现出属于自己风格的葡萄酒 根据产区的不同 可以观察到Chartonet的三种不同风格 Chartonet的白酒 颜色偏淡金色 年轻时代绿光 随着时间增加 或者经过木桶的成年 葡萄酒的颜色 转成明显的金黄色调 味道上 Shabli带有清爽的水果风格 像是柑橘 青苹果味 以及矿石风格 甚至更复杂的 一级元及特级元的葡萄酒 会经过橡木桶的成年 会展现更丰富的香气 像花香 坚果 蜂蜜 口感来说 提供了纯净的风格 结构较为紧实 新鲜和矿物质的葡萄酒 在Gaud de Bonne 生产的Chartonet 具有更明显的金色 在香气上 它们以白色水果的强烈香气为主 花香 独指 和橡木桶味 口感来说 属于 饱满 强劲 特级元的酒 能展现 更悠长的香气和尾韵 Gaud de Chardonnay 和Marconet 酒色上属于 淡淡的黄色 香气上属于 新鲜的水果 和坚果 有时候 经过橡木桶的成年 Chartonet 会散发出 蜂蜜 和香草的香气 在口中 属于 较为 饱满 果香 浓郁的风格 最后是QA时间 第一题 请依照 产区客观的 排序 Chartonet的风味 由 蛋至 浓 第二题 如果你有观看餐酒搭配那集 那请你跟我分享 不同的产区 适合搭配的味道是什么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诶 你的QA题目很弄诶 其实我是在测试大家 有没有观看到最后